謝謝主席,有請主委 委員好 主委主,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那個相片 我們去年、世音的20日後 我們學會去到信義區、拍佛共識、聽茶蔥 我們攀著客家料理的比賽 就是客家美食料理比賽 我們的開幕是有一個活動 就是說要號召千人貼地貼的活動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照片是我們辦公室跟我們客委會 要求在你的成果報告書裡面的照片 這個是號召千人的話 可是事實上這個數字裡頭我們去點 它的人數多少 沒有多少呢 才一、兩百人而已 還有呢,我們再看下一張 好,你看看喔 這個相片中穿桃紅色衣服的 都是承包商的工作人員 那麼還有誰 還有就是參加這個展壽的業者 他們的圍裙都來不及都脫下去 然後就一起在那邊 而這個活動是下午的兩點 現場的照片 那麼本席辦公室也有接貨喔 你看到 這個呢 我們的活動在開幕式以後呢 就整個會場都空蕩蕩 那個活動是要到六點半才結束 所以開幕式結束後 我們長官也離開了 好,人群也離開了 我們動員的人也收工了 主委 這件事情我是要提出來 就是要跟主委說 事實上我們客委會 每一年都有幾個大的例行的重要活動 像客家美食料理比賽 就是把我們客家最好的一些食物 讓非客族的人可以去品嘗喜愛我們 那麼還有一些商展 如果我們這個優良的這個品牌 這個露出活動的人群沒有聚集的話 這個是沒有辦法經過檢驗的啦 所以這件事情 你要再繼續的去督促 去好好的把它要求 我們不能夠說只有想法 可是我們的成效卻做不出來 那要檢討 因為這個成果報告書我們也要求了 我們是希望看到底哪一個環節沒做到 這個我想這是第一個要跟你講的 第二個 剛剛邱文彥委員在這邊 提到我們的文化資產這件事情 你也說非常的重視 但是您回應邱文彥委員 我覺得是捏了一把冷汗 因為這件事情本席知道 你在1月29號在客委會的主管會議中 你已經才試了 將文化資產科調到傳播行銷處 我們先不要講說這個文化資產科 跟我們的傳播行銷的業務的連結 到底有多密切 或者是不夠 或者是日後放到這個行銷處之後 要去怎麼強化 我這個先不講他 我就講說 我們文資科現在3月了 我這一年的年度計畫已經過了四分之一 但是他的業務都沒有啟動 那麼像剛剛你回應邱文彥委員說 我們有一千多萬 我們會去做調查 我們把我們的文化資產 好好的保存跟努力推動 可是 怎麼做 因為我們的文資科 現在只剩下一個正職的專員在處理 而他要做什麼 他還是在做我們客家文化的田調跟出版業務 可是事實上像這樣的事情 不是文化資產科的唯一的業務 那個客家族群的文化歷史保存工作 如果只是一個人來做 他怎麼做呢 他根本沒有時間去思考 這個文化資產 有多大的工程 而且 這個主委 我想要跟您提的是 其實在全球 現在最重視的就是文化資產 您只要去看 不管這個全球 現在的城市發展 因為全球的國家 都面臨了它的都會區的老化 不管紐約 東京 他們像倫敦 都藉由大型的國際的一個活動 來使它的都市更新 這個都市更新裡面 不是把舊的東西全部毀滅 重新蓋起 是要從它的文化歷史記憶裡面 去找到它的元素 把這個元素跟未來的都市的願景 合在一起去把它 不要變成一個斷裂 使得我們的人的歷史 我們是在裡面行走的一份子 這個全球都已經這麼重視了 再講我們台灣好了 我們現在每一個部會 連財政部 連文化部 我們都在好多的地方 要把文化資產活化再利用 像文化部今年的業務裡頭 它還要去成立文化資產學院 本習呢在各級學校裡面 讓他的傳統藝術及民俗 在相關課程還要能夠推動 把文化資產的這個教育把它深化 結果我們課委會走到車 我覺得主委這件事情 我真的是要去提醒 我跟你 我們都沒有這樣的一個勇氣 也相信你跟我一樣 我們都不願去背負說 我們是客家文化資產的毀滅者 報告委員 對於文化資產這個部分呢 我也個人也相當的重視 就是要結合他們的能量 因為前端的文化資源的調查 跟後端的整合行銷 是要把它連結在一起 那去年底呢我們就啟動了 那同時展開了北東南這個整個 三場的一個座團會 特別對文化資產調查 要有什麼樣的一個主題 那去年呢他們也調查了 八位的老師傅的記憶的傳 我個人認為不是只有出版實體的 這個出版品而已 而是要對後面的網路 這個部分的行銷也是非常重要 是的 所以主委 你應該把我們的部裡面的人事 執掌這個架構 要架構好 你才有可能把你現在講說 你有多重視 把它落實嘛 如果是這樣 我就看不出 如果只剩一個正職的專員 你調查了更多 很多除了這個天野調查報告以外 要做更多的事 那你是不是在做這個才事的時候 應該要順便去思考 我要有多少人力要挹注進來 我這些人力裡面 要去做什麼樣的一個背景 或者是專才 我就是內部的人力在調動的同時 這件事情要顯現出來 包吻這個訊息可能有點落差 我想不會讓他一個人在主辦 沒有落差 主委 落差就在於 你現在是接下來要怎麼做 我想這個是一個事實 我就是一直在看 從你在這個內部的主管會議做才事之後 到今天 這個時間已經過了 1月29到現在了 我們快要三月底了 這中間有什麼配套的作為 我想要看 因為我在這裡去提醒你 全部的人都在重視的時候 結果我們走倒退 是不可以的 最後我想還要提醒一個 我站在這裡 我們是有期許 所以才會有督促 像今年的客家同花季 我們把規模縮小了 所以呢 因為客委會說是規模縮小 所以我們只在4月11號 要辦一個開幕式 在埔裡 辦一個開幕式之後 我們就縮小到最後 由地方去遍地開花 做一個小的補助案 兩萬塊幾萬塊 然後就是各地就是辦一些活動 但是那個主委我要提醒 當初我們的客家同花季 有一個很大的目的 我們在客裝辦 因為客裝的文化 要讓非客裝的人來體驗 除此之外 這幾個客裝 即便是重點發展區的客裝 它的產業經濟都是非常弱的 所以我們要在這些地方 去辦主場活動 來帶動大家進到客裝 讓他在這個認識的同時 帶動我們的經濟產值 這件任務 我覺得要調整 好不好 因為您才剛上來接這個主委 這個你可能有很多的想法 想要用一個不同的方式去做 我覺得這是可以的 這是一個主管 他要有一個新的思維 但是最重要的 我們的訴求 這個絕對不要去遺忘 好不好 我們4月11號有一個主場 4月18號跟新出現政府一起辦 好 這個東西呢 你如果只是像我們把它在地方 讓它就是自己去規劃 我覺得這個 遍地開花熱鬧是只有熱鬧 但是政策面要把它鑲進來 所以客家的產值 客家的活絡 客裝的活絡 這是先決條件 絕對不要遺忘 好不好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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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